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组正在走先知书 所以我们就从中间卡起 前八个礼拜以后我再想办法补上 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九个礼拜开始 我们已经念到第五本书 也就是和西亚书 今天我们只能够念到和西亚书的前三章 第一章到第三章 所以我们已经念过 欧伯达亚这本书是第一本书 我自己记是记主前845年 然后欧伯达亚这本书呢 主要是在对乙东讲的 我们的口诀就是 本是同根深相间和太极 那第二本书我们念的是约尔书 约尔书通常是讲起来 我的背法是比欧伯达亚大概10个10年 所以是在主前835年的时候 主要是在讲蝗虫之灾 那这个约尔书呢 主要是对着南国讲的 所以欧伯达亚是对着乙东讲的 约尔书对着南国讲 然后第三本书呢 是约尔书 我们讲过整个先知书里面呢 有三本在贝鲁之前写的 有三本书是不是对自己人讲的 一本就是刚刚讲的欧伯达亚 它是对乙东的 不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那这个约尔乃呢 是对着亚述人说的 尼尼维城讲的 那还有一本是拿红书 也是对着尼尼维城讲的 所以是这三本不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 OK所以第三本书呢 我们要念的就是约尔书 约尔书呢 主要是在讲约尔不情不怨 然后主要我是记说是 主前差不多八百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时间性 八百四十五八百三十五 差不多是八百年 然后我们也提过约尔呢 它是属于加特西佛人 Goth Heffer 记不起来的话呢 你就记拿撒勒 它就在Nazareth 是跟耶稣是老相哈 然后第四本书呢 就是阿摩斯书 阿摩斯跟荷西亚书 我一项都是一起记的 七百六十个BC 它大概的年线是七百八到七百五十四 所以它其实阿摩斯书写的比荷西亚 它大概要提早将近十年之多 所以我们记的时候阿摩斯呢 我们是记一个准神 然后我们也知道阿摩斯 它是从提戈亚这个地方来的 提戈亚你记不起来 你就记得它耶路撒冷来的 这些书信啊其实很好记 那是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表可以给大家 那一看就知道了 我以后有些想办法把它布起来 但是你们现在如果不是背得很熟的话 你就反正跟着走 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记就对了 那三欧拜也给过我们一些图谱 我觉得蛮好记的 像这个欧带亚我们怎么记呢 它就讲说花了一个欧 然后有一个床铺 所以是欧拜的 所以就说你很坏你很坏 跟乙东讲你很坏你很坏本是同根生怎么相间 这么急呢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不是兄弟吗 所以这个就是欧带亚的图 那约尔的图我们上次给过大家了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蝗虫在吃果冻 果冻就是旧嘛 就是约尔的意思 然后约尔书就是主要是在讲一个蝗虫之灾 它是主要是对南国讲的 第三本书约拿这个就很好记 因为一个大雨把它吐出来 把这个约拿给吐出来 那约拿记得他是 他不是拿扎勒附近的人 Gas Heifer这个地方 然后上一回我们念的书呢 是阿摩斯书 阿摩斯呢是一个准神 然后呢这个 你看看有一个这个鹿 把它提着一个准神 这个鹿的英文叫慕斯 所以慕斯 所以阿摩斯 所以Amos 所以是阿摩斯书 所以这个也很好记 那我们今天要念的是何西阿书 何西阿呢 就是讲到一个 我们中文叫它叫北国红信 这个红信出墙嘛 那它是北边的 所以我叫它叫北国红信 北国红信呢 它其实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 写的时间差不了多少 一般的人讲说 阿摩斯应该是在七百八到 写到七百五十三左右 然后何西阿书的话 大概七百六到七百二十 你父亲的时候写的哈 所以我都是记七百六就对了 然后呢 它因为这个一个女的 像是一个一个 看起来你看她的头发乱七八糟的话 这个很像是红信出墙的人哈 他身上缠了一个水管 这个水管在英文叫Hose 所以是Hose 所以是Hose 所以这很好记哈 所以这是个图谱 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 何西阿书大概在说什么了哈 而且它这边有个红灯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红灯户哈 所以是妓女户 OK 何西阿书总共有十四张 它属于小仙之书 那我们今天要念的是一到三张 那后面呢 我们会把四到十一张圈在一起 然后呢 十二到十四张会圈在一起 一到三张呢 是在先介绍 何西阿呢 她会娶一个老婆 叫做Gomer 然后呢 她跟老婆之间那种事情呢 就好像在预表到 以色列人整个国民 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由他们的婚姻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这种约 然后由他们这个婚姻的里面 这个Gomer的出轨 去做妓女 这种Adultery的这个行为 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 拜偶像的这种 Idolatry的行为 然后呢 那个何西阿呢 会去把她的太太又给取回来 这种Restoration的这个关系呢 就对应到 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 这种重新的起约 再起了第二个新约 Renewal Covenant的这个事情 好 我们今天就去Concentrate在一到三张 然后后面四到十四张的时候呢 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讲 OK 一到三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讲说 以色列人呢 背叛了耶和华神 所以他会有一个很严重的 Consequence 就是以后以色列就会被 就会被那个亚述国给掳走 但是上帝的爱 还有上帝的怜悯呢 是远远的超过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所以呢 上帝呢 会去再把这个北国 再把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呢 再带回来 然后当然在这个地方 是就先用 和西阿的 跟他太太之前的故事呢 来讲 这么一个 来演绎 这个以后 这个以色列和 耶和华神的关系 那更加的低调的话呢 我们会在四到十四章的时候讲 那四到十四 我们会break成两个part 一个是四到十 一个是二到十四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和西阿书第一章 第一节是提到了 和西阿这一个人 和西阿这一个人呢 他是在北国 在南国的国王啊 一个是乌塞亚 乌西亚王 然后呢 他的儿子约坦 Jothan 然后Jothan的儿子 阿哈是亚哈斯 然后呢 到了西西加 赫赛卡亚 就在这段时间 南国是在这段时间 做王的时候 北国的时候呢 这个人叫Jothan 这个约阿斯 他的儿子呢 叫烟萝卜干 烟萝卜干呢 我叫他叫烟萝卜干 对不起 老忘不起了 老是这样念 烟萝卜干呢 就是烟萝卜 他其实是第二世 他跟第一世之间 差了150到200年之间 那也就是这个Jothan 这个人 我叫他叫小懒 我们那个 以后等一下可以解释一下 那小懒的儿子呢 耶罗伯干第二世在做以色列王 备活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赫西亚听到了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的身上 那他的老子呢 叫贝利 那个Biri 在这个地方就提出来了 在这里还有什么 那耶罗伯干第二世 我们知道也是在 Amos呢 在Prophecy的时候 也是相同的一个王 OK 在这边呢 我们要知道 赫西亚这个字的意思 赫西亚这个字在原文呢 叫赫西亚 赫西亚呢 跟Joshua 还有以后新约的 Yashua Jesus 其实是一个字根的 所以我们照在旧约里面 约书亚 约书亚 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 Joshua 就是叫做Yahoshua Yahoshua这个字以后 到了新约的时候 到了希腊文的时候 就变成Jesus 也就是Yashua 这个意思就是 God is salvation 就是拯救救赎之 救赎的神 所以就是Joshua 是Jesus 那当这个God is salvation 变成一种命令式的时候 讲God save 像这样子很比较重的语气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Hoshua 然后如果说是加了一个这种 比较 呃 呃 怎么讲 emphasis emphasis 一个extra emphasis 讲说 这个人 这个他要来救赎的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加一个精叹号上去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以赛亚 Isaia Ya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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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hua的意思就是 God is salvation 跟Joshua还是一模一样的 他后面加了一个He is 他真的He is salvation 有一种加重语气的 所以呢 你在念Joshua 约书亚 你在念Jesus 耶稣 你在念Hosea 和西阿 还有念Isaia 以赛亚的时候 其实这四个字 是相同的意思的 OK 都是上帝 是神是我们的拯救 那我们现在在念 这五本的先知书里面呢 我们注意一下 在约拿书 阿摩斯 和和西阿书的时候呢 会跟我们讲一些 他比较个人的事情 像约拿呢 跟阿摩斯都告诉我们 他是哪里来的 我是异象就记约拿 就是纳扎勒来的 然后阿摩斯 就是耶路撒冷来的 就对了 那你要记得 比较清楚一点的话 你可以记他是 Goth Hafer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Takoa 然后呢 约拿的老字 跟我们讲 他是谁了 是Amita 我们上次也跟他 在念约拿书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Amita的故事 其实Amita的意思 其实就是Truth的意思 所以约拿是一个 不会讲谎话的人的儿子 Amita的儿子 那里面当然也有 那些Spiritual的 明明在里面 我等到录约拿书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那和西阿的话呢 他老子也讲出来 他是Berry Berry 贝利的儿子 然后他老婆呢 叫Gomer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Jezriel 然后那个第二个儿子 叫Lo Ami 两个儿子之间呢 他生了一个女孩 叫做Lo Luhama 所以耶斯列 Lo Luhama 和Lo Ami 这个人 你知道Gomer 这个名字 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两个人 叫Gomer Gomer这个名字 比较中性化 他可以是女生 可以是男生 所以女生最有名的 就是和西阿的老婆 那男生呢 男生最有名的是谁呢 男生最有名的 其实是约拿的孙子 我们知道约拿 他有三个儿子 就是Shang Hang 和Jeffers 那Jeffers的儿子 就是Gomer 老大的儿子 就是Gomer 所以Gomer 可以是 在圣经里面 可以是 比较有名的了 圣经里面 比较有名的Gomer 就是和西阿的老婆 女生 或者是 那个挪亚方舟 那个挪亚的孙子 就是男生 OK 所以这样记起来 很好玩 那我们这个表 这个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第一本书 念的时候 是欧布达亚的时候 所以他是对 以东的时候讲的 那如果是在 那个 那个 约尔书的时候呢 约尔书 他在写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 约阿世上台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一段的故事 是这样子 他这一段的故事呢 这边有一个 雅哈 对不对 雅哈 他的儿子是雅哈谢 然后呢 他另外一个儿子 是约兰 所以当雅哈 在做王的时候 相对呢 南国的王呢 就是 Johoshaphat 约法沙 或者你叫他 Jojo 也可以 那Jojo的儿子呢 就是Johoran Johoran 也可以 要约兰 所以约约 然后约兰的儿子 生一个呢 就叫做 那这个Jojo呢 和这个 Ahab两个 是好朋友 所以他们生的儿子 的名字都很像 所以Jojo生的儿子 叫约兰 然后再生的儿子 叫雅哈谢 那这个雅哈 他生的第一个儿子 他叫雅哈谢 然后他再生一个儿子 叫约兰 然后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很像 就这个地方 他们在做王的时候 也会有overlapping的时候 然后最好 最有趣的地方呢 是雅哈 他除了生了 雅哈谢 和约兰 两个儿子之外 他还生了一个女儿 他把儿子 嫁给谁呢 就嫁给了 这个南国的 这个约兰 所以呢 也就是说这个约兰 约兰 罚法 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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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孙子 阿哈 斯拉雅 的话 他其实跟北国 是有亲戚关系的 他要叫 阿哈 叫外公 他要叫这个 阿哈 和 吉后润 的话 应该是叫舅舅 因为他的妈妈 叫 阿塔利亚 然后等到 阿哈 斯拉雅 死掉的时候呢 这个阿塔利亚 起来篡位 曾经篡位了六年 他把这个 雅哈谢 所有的小孩呢 通通都杀光了 也就是说 是把他的 孙子辈呢 都杀光了 他儿子撬掉了 儿子的小孩 都被杀光了 就只有一个 小孩被留下来 就是这个 Joash 这个Joash 留下来的时候 他只有一岁 他被他的小姑姑 救起来了 小姑父呢 是在 那个做大祭司的 所以把他藏到 那个 Temple里面去了 所以他在里面 一藏藏了六年 所以他出来 做王的时候 只有七岁 这个就是Joash 以后Joash呢 把位子 传给了 Emaziah 以后就传给了 这个乌赛亚 从乌赛亚 到Jothan 到Ehas 到Hezekiah的时候 就是今天 荷西亚在做 先知的时候 那在这一段 除了荷西亚 在做先知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这Obediah Joel 然后过来就是 约拿 Emaz也是这一段的时间 只是说 Emaz和Hosea 他们两个人 不是对的南国 在做 在做传播 这个先知书 他们是对北国 所以他们主要的 对象是北国 就是这个 耶洛伯格尔第二世 那燕罗伯格尔第二世 最重要是 阿摩斯传教的对象 那个Hosea 除了对 这个燕罗伯格尔第二世 这样传下来的话 一路会传到北国 所有的这个王 你只要列到的地方 河西亚都在跟他们 都在跟他们劝说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这样一个图形 这个我们相同的 我们在录 第一集 就是week one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图 讲得非常清楚 那在这边 就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以赛亚呢 是辅佐了五个王 大概从乌西亚王 一直到玛拿 那个曼南沙 曼南沙 后来把埃塞亚给干掉了 那这个Amos的话呢 是只针对 Jeroran第二 就是耶罗伯格尔第二世 那河西亚 从耶罗伯格尔第二世呢 大概比阿摩斯晚了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只是我们在记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它相同 都记七百六就对了 但是它是这样 一路下来 所以河西亚 其实传教的时间 会比那个Amos好 就是长很多 同一个朝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米加书 米加书通常被认为 是小以赛亚书 所以米加也是对着 这个南国在传的 所以它这个 很多地方会跟以赛亚 会有一点重复 那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这些所有的先知书里面 有三本 不是对着 不是对着 那个以色列人讲的 一个就是 欧伯格尔是对欧拜 欧拜 所以是对着这个 以东讲的 Jonah的话呢 我们讲说 他是去了这个亚树 然后隔了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呢 就是 Nehon会过去了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是 concentrate在这个 河西亚的地方 然后这个表 给大家做 做参考 因为这个蛮重要的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南国的事情 那北国呢 北国因为不是一个派系下来的 不是大卫的支派下来 它这个中间转了很多 所以我用蓝的 这个框框弄起来 每一个框框就是一个朝代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框框都看起来小小的 只有两个比较长 一个就是安利王朝 一个是耶护王朝 安利王朝有五个王 一个就是安利 其实他在圣经里面的描述不多 可是他在历史上呢 是相当重要 阿尔玮王朝建立了很多 丰功伟业 那阿尔玮的儿子就是 阿尔玮就是大坏蛋 阿尔玮的老婆 就是那个 Jazebel 有没有 耶稀别 然后呢 阿尔玮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就是 阿尔赛亚 然后一个就是 Jazebel 然后呢 Jazebel 他这个是 等于四个人 这个朝代 他最后的时候 Jazebel 就被他的将军 耶护给干掉了 耶护 Jazebel 把他干掉了 那耶护 就成立了耶护王朝 耶护王朝也是 北国很重要的王朝之一 所以两个王朝 一个是安利王朝 奥玮丹尼斯蒂 还有呢 耶护丹尼斯蒂 耶护丹尼斯蒂 有五个王 所以耶护的儿子呢 叫做 Jazebel 你记得 在念这些的时候 你都要念说是 北国的 耶护阿哈斯 为什么 因为在南国 也有一个 耶护阿哈斯 耶护阿哈斯 在南国的时候 就是那个 多管闲 是那个 Jazebel 他的儿子 好 我们以后 以后再说明了 就搞混大家 所以你在这边 你就先记得 耶护的儿子呢 叫 耶护阿哈斯 耶护阿哈斯的儿子呢 叫 Joash Joash 我们刚刚讲过 北国 南国有一个 Joash 你记不记得 他一岁的时候 就差点被他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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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给杀掉 就被他的 小姑姑给救起来了 那个呢 我们叫Joash的话 我就叫他叫小小 因为他一岁的时候 被藏起来 六岁的时候 出来做王 那这个Joash 南国 北国的Joash呢 我叫他叫小懒 为什么 以后 因为叫他做件事情 他懒 他只做 叫他多打几下 他只打了三下 所以这个Joash 我叫他叫小懒 然后这个Joash 以后的儿子呢 就是这个 耶罗伯格尔第二世 Jazebel第二世 Jazebel第二世 其实在北国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王 他做王 做了四十亿年 非常的丰功伟业 他打下了很多的疆土 就在世人里面 世人的眼里 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王 其实呢 在拜本里面呢 被骂个臭头 就对了 好 那个耶罗伯格尔第二世 呢 结束之后呢 就是他的儿子 Zachariah结尾 Zachariah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 像我们在这边 会念到这个王 我们知道 在那个先知书的里面 有一本书 叫做萨加利亚书 就是Zachariah书 那在新约的时候 记不记得 施洗约翰 他爹也叫做Zachariah 所以Zachariah其实在 圣经里面 会出现非常多次的 一个名字 那这个Zachariah王 在做 北国做王的时候 只做了六个月 然后就呢 就被他的部署 这个沙龙 Shalom就给干掉了 这个就 夜户王场的 就结束了 所以这比较重要 我们等一下会再提一下 所以这个表 也是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 进入荷西亚书 第一章 第二节了 所以我们刚刚 已经知道 荷西亚是什么时候的人 他是燕罗伯格尔第二世 的时候出来的 然后他相对应 南国的是哪些王 那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就要跟他讲话了 他要跟他讲说 你要去 娶一个妓女 所以耶和华初次 与荷西亚说话 对他说 你去娶妇为妻 也收那个 从淫妇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个地 大行淫乱 淫乱就是harlot的意思 离弃了耶和华 所以呢 就有解经家在说 在从 那个荷西亚书 一二三呢 其实都是 荷西亚在听上帝讲的话 然后上帝告诉他 他个人要怎么去做法 从第四章开始 他才会去对人讲话 所以 before the prophet can speak to the nation he first has to hear from god for himself 所以 这荷西亚要把话 传给他的人民的 他的子民的时候 他下面的人的时候 他必须要先从上帝那边 拿到一个指示 所以上帝呢 告诉他 他要娶一个妓女 他就非常的顺服 他就把这个妓女 娶回来了 虽然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的 一个命令 非常difficult的一个comment 所以我们就要问说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荷西亚会不会 是不是在整个圣经里面 唯一被上帝要求 做一些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看 上帝为什么要做 他这么做呢 因为很简单 上帝要让 让这个荷西亚 走一段这个 比较 比较难走的路 然后经过那种 心痛的过程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才能够去了解到 当上帝被 他的子民 背叛的时候 他是 他是心里 是多么的难过 然后呢 那 那有多么的 受到伤害 然后 他的太太是 这么样的不信实 这么unfaithful的行为 伤害到他的那个心 把他伤透透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跟 耶和华神 被人类 被这个以色列国 伤害呢 伤透透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可以有一个 relate to 有一种 第一手的资料 first hand experience 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 和西亚要去接受 一个这么困难的 考验 然后要跟神走一个 一个很特殊的 一种fellowship 在Seller Bagner Pastor Rick 跟我们讲过 其实在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呢 有四个不同的层次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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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应该怎么讲 团契 有四个不同level的 这种团契 那第一个level 就是sharing together 所以很多的小组 在一起的时候 就坐下来 比方说看一个录影带啦 或是读一个章节啦 大概花个30分钟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你说说 我说说啊 我的生命里 我这个礼拜 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啊 可以跟这个圣经 有什么相契合的地方 这个叫做sharing together sharing is nice 因为sharing 你可以sharing 彼此的这些生活 可以talk to each other 但是那个level 是相当浅的 下一个 你要进入到一个 比较深的level 其实是studying together 所以大家在一起 读一本书 读一个章节 可以一起 研读神的话语 一起去背 这个神的话语 这个时候是 比较再高一层的 fellowship 就像你跟我们 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 第三个呢 是serving together 所以呢 常常在 Seller Bagner Pastor Rick 他现在退休了 OK 他以前 他会要求我们 就是这个小组 会集合起来 大家一起去做 一个mission project either是local的 或是go across the street 或是go across the ocean的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我们可以一起 去服侍我们的神 这个serving together 是再深一层的 那最深一层的 其实是suffering together 我们这个叫做 fellowship of suffering 所以我们彼此 可以担我们的 这个重担 我们在settle back的时候 教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在加拉太书 第六章 第二节和第五节的时候 就都讲到一个担子 但这两个担子 英文不一样 一个是low的 low的是比较轻的 在六至二节 讲的是burden burden是比较重的 就好像有一把椅子 我先跟你讲 一个椅子放在那边 我跟你讲说 你可以把这个椅子 从一楼抬到二楼去 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个low的很轻 所以你可以把椅子 很轻易的从一楼抬到二楼 可是我如果在上面 放了一个大胖子 我自己坐上去的话 然后我再跟你讲 你现在帮我 从二楼抬回一楼去 抬不起来了 所以这时候 你一定要找 这个招兵买马 找个两三个人 一起来帮忙 然后把这个椅子抬起来 你才能够连人带椅子 可以从二楼搬到一楼去 所以呢 这个low的比较轻的话呢 个人就担当自己的担子 可是当东西很重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中 出现一个很大的伤痕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办法 去承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fellowship of suffering 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人那个重担 我们自己互相 出来帮忙抬椅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和西亚会 会接受一个 这么难的一个命令的 一个原因 和西亚并不是在圣经里面 唯一的一个prophet 会接受一个很难的 做这种工作 这种comment的这种命令 很多像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赛亚呢 曾经被耶和华说过 你今天要把这个衣服也脱掉 他这个露身 通常不是讲说全部都露 但是露个屁股是绝对有的 就要露身赤脚去行走 行走呢 走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就是在预表以后呢 亚树王呢 会露去 把这个埃及人呢 古时人呢 通通通都 都抢走 然后抢走的话呢 老少在被抢的时候都是露的屁股的 光的脚的 所以屁股会露出来的 所以就大家就会蒙羞 那这样子的话 以色列人你一直觉得那个老大哥是古时 老大哥是埃及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惊慌羞愧 这是那个以赛亚曾经拿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工作 那耶利米也是 耶利米曾经被那个上帝说你不可以结婚 除了这个之外呢 耶和华也对耶利米说你去做一个那个恶 那个那个那个 一个像弄马的那种 那种一个套子 一个木头套子 放在自己的那个景象的上面 好像要做奴隶一样 以西节也是 以西节曾经被耶和华神说 你就躺在那儿啊 你往左躺390天 然后往右躺40天 再加起来430天 再差不多就是以色列人要受罪的日子 他们以后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从 就是从这个 呃 Solomon 那个王国就开始要分裂 这样算起来 因为那个联合王国差不多是120年 然后那个Divided Kingdom差不多是400年 这样的 当然就是以西节书第四章的地方 讲了他一个很奇怪的这个行为 所以这个是上帝不是只要求一个先知这么做 你可以在先知书里面看到很多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说 咦 what happened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好和西亚书第一章3到5节继续呢 我们就看到了和西亚就娶了这个Gomer 而且他开始生孩子了 所以和西亚娶了这个女儿叫 这个女生呢叫Gomer 然后Gomer的妈妈也讲出来 她叫Deep Laim 就是Deep Laim 结婚了以后呢 他们就就怀孕 怀孕了以后呢 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生了儿子之后呢 是耶和华给他取名字的 他说给他取名字呢 叫他叫耶斯列 Jazreal 为什么呢 因为耶斯列这个名字呢 是可以预表的 他预表什么东西呢 他预表说 因为再过片时 我必讨耶护家 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到那日 我必在伊斯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功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Gomer 和这个Deep Laim的这个意思 Deep Laim啊 Deep Laim这个故事 这个原文是指一个 Fig Cake Fig就是五花果 很甜 去做那个Cake很好吃 Gomer这个字呢 叫Sate Sate原文的意思 就是Satisfy 满足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名字 你可以看到他的行为 就是这个Gomer这个人呢 就是每个人都会 因为他们的 他们很喜欢Gomer 然后被得到这种满足 那Deep Laim也差不了多少 看到他咬一口 这个Fig Cake 爱好甜 所以Sweet in everybody's house Everybody's mouth 所以我们就有解经家 在解经就说 可能和西娅在取的时候呢 这个Gomer跟他妈 两个人可能都是 从事这种特种行业的 所以有这种讲法 那当然也有别的解经家 有的就说 他这个Gomer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从事这种特种行业 也是跟和西娅结婚了以后 才变成了这个妓女的 那还有一种讲法就是 从来都没有什么妓女不妓女啦 这个Gomer这个人是 是写出就是小说人物而已啊 就好像就好像这个韦小宝一样 这个金雄小说韦小宝一样 不是一个真的人 可是呢这个有一个很古老的解经家 叫Boys的 Boys就曾经讲过 如果和西娅的故事不是真的话 那怎么那那个就 因为为什么和西娅的故事 不可能是真的呢 不是真的呢 因为他说上帝不可能 去要这个和西娅 和西娅这一个人 去娶一个这么肮脏的女人 这么这么淫秽的女人 这个Gomer是不可能的 那可是呢这个这个Boys就说 如果这个是不可能的话 那你知道什么呢 我们最后那个救赎的故事也不是真的 因为上帝不可能会把他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 就是耶稣替我们做的 所以Boys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是真的 Gomer的事情也是真的 Gomer呢应该就是一个妓女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他应该婚前就是一个妓女 因为你可以从他的那个 可以从他的这个名字上面看出来 那他这边还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叫做讨耶护家在耶斯列杀人留学的罪呢 他是这样 我们刚刚讲过 北国的时候有两个大王朝 一个就是安利王朝 一个就是耶护王朝 安利王朝是被耶护王朝灭的 可是呢 耶护王朝在灭安利王朝的时候呢 灭得很凶狠 所以上帝呢 虽然兴起了耶护王朝去讨伐 这个阿哈布的王朝 可是因为耶护用的手段太极端了 所以他最后呢 也在说这个耶护呢 你在这个耶斯列杀人留学的罪 我告诉你 我要跟你讨回来 OK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护跟那个阿哈布的事情 所以因为阿哈布王朝呢 做尽了狗皮道的事情 所以才会兴起耶护 去把他干 就把整个家族干掉 这个阿哈布做了什么坏事呢 最有名的一个坏事是在 《猎王纪》上21章到22章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旁边有个邻居 这个人是耶斯列人嘛 因为他们都住在这个Jazreal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这边有一个人叫拿伯 他们家种了一个葡萄园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阿哈布呢 就很寄 就是很想要他 所以他就跟那个拿伯就说 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 然后给我拿回去种菜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更好的葡萄园给你 或是给你银子好了 那拿伯就说不要 因为这个 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产业 我怎么能随便卖掉呢 不行 所以当然这个阿哈布回家就不太高兴 所以他老婆也许别人说 哎呀你跟这种人搞什么东西 他都让我来办 所以他就找了两个匪徒 然后做了假见证 去告这个拿伯 就说拿伯呢 亵渎了神 还有亵渎了王 所以他的旁边的一堆人呢 就把拿伯拉到城外 就用石头给打死了 所以当然耶和华就非常生气 耶和华说 好我今天要把你们全族的人通灭掉 只要是你们家阿哈布的男丁 全部剪除 而且呢 阿哈布你死掉了以后呢 你的血会被那狗舔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呢 这个 你的老婆 这个耶喜别呢 他的肉呢 会被也被狗吃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话没说完多久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拿伯 这个不是拿伯对不起 这个阿哈布这个人 他的好朋友就是99嘛 就是99 Johoshaphat 所以呢 Johoshaphat来看他 他们两个一起去打仗 然后打仗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亚来人来打 那这个Johoshaphat呢 这个也笨笨的 这个阿笨 这个阿哈布就跟Johoshaphat说 我的衣服给你穿 他们两个就换衣服 play games 然后结果 没有想到 那个Jojo就被人家追杀 他要一直讲说 我是Jojo 我是Jojo 我不是阿哈布 那阿哈布的话呢 这个东淘西淘 就没有想到 就有一个人随便朝天 开了一个剑 结果那个剑 刚刚好就摄入他的甲缝里 结果他就死了 那死了以后呢 真的就如这个 这个First King 讲的这个狗呢 就来把他的血舔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到Second King的时候 就讲 就也在跟我们讲 这边这个网比较乱一点 所以我把这个红色的是表示北国 绿色是表示南国 所以红色这个北国的这个网呢 是约兰在做网的时候呢 他跟南国的两个网重叠 一个是跟南国的约兰 所以北国的约兰和南国的约兰 曾经是同一个朝代的 然后呢约兰死掉了以后呢 是从约兰的小孩就 对不起 约兰的儿子 所以约兰会跟两个王 有overlapping 然后他这个女的呢 叫Atalia 就是雅塔利亚 雅塔利亚呢 我用绿的跟红的一起 因为他是一半北 一半男 所以他是生 他是Atalia 是雅哈的女儿 所以他跟这个约兰呢 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所以他嫁给了南国的约兰 然后生的儿子是雅哈谢 OK所以这是Atalia 所以一半一半 那结果这个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 南国的雅哈谢 其实跟北国的关系是什么 约兰等于 约兰是他妈妈的兄弟嘛 所以他应该要叫约兰叫舅舅 对不对 所以呢他舅舅呢 在跟雅兰王 这个蓝色是雅兰王 哈薛两个在征战的时候呢 这个雅哈谢呢 就会当然会旁边给他助政嘛 对不对 结果呢这个雅兰人 哈薛呢就打伤了 这个南国的约兰 打伤了这个舅舅 所以呢 这个外甥呢 雅哈谢就跑来看他 就没有想到呢 遇到了南国的这个将军 叫耶护的 所以collateral damage 一起都被干掉了 所以这个耶护呢 就造反 造反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主人 以色列王这个约兰呢 就给用弓箭一箭就射死了 射死了之后 他的 他这个犹太王 刚好这个 这个外甥在旁边探病 所以就顺便一起杀他 他就一路逃 逃到那个米吉多 摩基德那个地方 也被干掉了 然后他的妈妈 也就是 南国的耶护赛亚这个妈妈 那个Jazebel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被窗子 从那个就被别人用 从窗子上面扔下来 然后扔到那个地上的时候 摔死了 摔死的时候呢 还马回去 把他那个践踏 然后变狗 把他的肉都吃了 所以最后 只剩下一个头骨 还有什么手骨跟头骨留下来 所以就是应验了这个prophecy 对不对 然后甚至于 雅哈除了有这个约兰和这个雅哈谢 两个儿子之外 他还有剩下了70个儿子 都散布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些地方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72 那个72个儿子都被杀掉了 杀掉以后呢 把他的头割下来 放在框子里面 然后拿去这个Jazebel 这个地方呢 去给这个耶护去看 然后耶护就把那个70个头 全部拿出来呢 在他的城门口堆成两堆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从伊利亚的预言 到这个first king的预言呢 这个雅哈家 所有的人 不管是大臣 密友祭司 耶护全部都给他干掉了 这个就是耶护做的事情 但是耶护做的很绝 虽然耶护是神兴起的一个人 要来处理这个雅哈 那个Ahab家里的这些事情 可是你就杀掉这个Ahab啊 杀掉了这个 这个啊 他的两个儿子 其实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外甥 也杀了呢 把他这个 也许别是可以杀了 这就开始表示个大坏蛋 那你就算了 可是剩下70个儿子 你怎么也顺便杀了 就太过分了 所以上帝才会说呢 今天呢 要讨这个耶护家 在耶斯列这个地方 杀人流血的罪 所以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所以是安利王朝 就被这个耶护王朝打掉了 那耶护王朝被打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小小已经 这个这个Joach 南国的这个Joach 已经上位23年了 然后他七岁上位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时候已经30岁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耶护的儿子呢 就是约哈斯 约哈斯这个时候呢 就做王 他做王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亚兰 一直来欺负他们 所以约哈斯就一直求 一直求 你救救我啊 那个耶和华 你救救我 结果 耶和华听了这个 北国这个国王的 哀求就派了一个拯救者 你知道这个拯救者是谁 拯救者是当时的 亚树的这个王 这个王当时 在亚树做王的时候 就是在尼尼围城做王 然后他人家在 在讨论说 他今天为什么会 愿意施元首呢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 那个以色列派了一个 先知过去 可是那个先知 原来不愿意去 所以他就 应该要去尼尼围的 结果他跑去了 那个西班牙 然后后来一个大风 吹回来 他被大鱼 给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就是没错 这个就是Joach Joach去到了 尼尼围城 一上台一呼 说40天之内 你们要不悔改的话 把整个尼尼围城烂掉 结果整个城 40万人得救 这个就是 这个当时 这个拯救者 就是当时 约拿去了 尼尼围城的那一位 皇帝 我一下忘了 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们找 那个 我们以后再念 那个约拿数字 之后再念一次 这个拯救者 在圣经上 没有把名字列出来 这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Joach 那个耶护的儿子 那个约哈斯的 那个耶护尔哈斯的事情 然后最后 他开始走掉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约哈斯 这个约哈斯跟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约哈斯很类似 名字是一模一样 只是尤大王 这个约哈斯叫他小小 因为他一岁的时候 被藏起来 六岁的时候作王 那这个约哈斯呢 我叫他叫小懒 为什么 因为当时 他虽然脱离了亚兰人的手 可是亚树已经起来了 所以那个 这个时候 这个小懒呢 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跑去找 当时的这个先知 就是以丽莎 以丽莎当时 躺在床上 快死掉了 然后呢 以丽莎就跟他交代说 哦你要打 你要那个 那个要在地上打三次 你拿一个剑 然后往那个东边去射剑 然后射以前 你在地上打打打打打打几次 多打几次 对了 结果他太懒了 他是打了三次 所以这个以丽莎呢 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生气了之后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跟他说 你这个小笨蛋 你怎么只打三次呢 你要是打六次的话 这个国家就灭掉了 你们这个北国 我都不用担心了 怎么搞的 笨成这个 懒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才会叫这个约阿师呢 叫小懒 然后约阿师呢 死掉了以后呢 就是由这个燕罗伯安 就是第二世 做上台 那燕罗伯安第二世呢 就是做王最久的 41年的王 然后呢 他死掉了以后呢 就是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做王 然后撒加利亚做王的时候呢 他在萨玛利亚都做 那个很糟糕的事情 就效法 他的祖先所行的 就是跟那个 第一个燕罗伯安就差了150年到200年之前 那个第一个北国的那个王的时候 做的恶事是很类似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被沙龙给篡围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耶护呢 耶护是上帝的手去整治 阿哈布家的 然后沙龙呢 是上帝的手来整治 这个耶护家 所以但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呢 这些都是预表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和西安的儿子呢 就叫做Jesrael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Jesrael有两个原因 他被取这个名字 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地方 所有事情发生 其实都是在这个 Valley of Jezrael 耶斯列的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呢 他另外一个名字呢 叫做Megeddo 就是米吉多 这个米吉多这个地方 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他刚好是在 那个King's Highway的那个路上 而且你看他这个风 山明水秀 他这边有两座山 这个北边这个山呢 是Mount Tabor 然后Tabor 然后南边的这个山 是Mount Gioboa 然后他现在人在照相片 往这个西看这一块呢 就是耶喜 这个耶喜别对不起 耶斯列这个平原 然后他现在人在 就是照这张相片的 这个摄影师呢 站的地方呢 应该就是Mount Carmel 那这一块地呢 以后呢 他们也是预表 是在 在Revelation那本书 那个 骑士录那本书里面 最后呢 耶稣会骑着白马过来 打最后一仗的地方 就是那个Armageddon 所以他算是一个 Final Triumph of God's Power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换成地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King's Highway 这个是大海 然后这个是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海 然后那个Jordan River 到下面的四海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是在 北加利利 应该算是 加利利的 比较低的地方 还有一个 Higher Galilee 所以Lower Galilee 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红色的地方 画出来的 都是Valley of Jezreel 它这个Valley的 之所以是Valley 所以旁边你有山 所以它有三座山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它就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里 往这边照的 所以这是Mount Carmel 我们知道Mount Carmel 就是以后那个Elai 会到这边 会到这边来 跟那个斗法 有没有 跟那个Ahab 跟Jazbel 他的那些先知 好像450个人 在那边斗法 好 这个是Mount Tabore Mount Tabore 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去 圣地玩的话 他们很多旅行车子 会帮你带到这个Mount Tabore 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上面盖了两个 Church 一个是东正教 一个是西正教 然后他们带了两个 就是说这里是登山 变象的地方 我自己本身不觉得Mount Tabore 是登山变象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在 博塞大往北 Cesarea Philippi 再往北的那个黑门山 我觉得那里才是 登山变象的地方 但是在围在这个Mount Tabore 还有这个Carmel 还有一个山是Mount Geboah Geboah就是以后 Joshua他们都会在这边 打仗的地方 所以就在这几个地方呢 夹在这个中间 就是Valley of Jezreel 所以Valley of Jezreel呢 在这里呢 耶路在这边杀掉了 干掉了这个所有的 Ahab的小孩 所以以后建立了他的王朝 然后呢 之后他的真孙呢 让这个耶罗伯干二世呢 他才能够在这边做王 就经过了耶护 经过了耶和哈斯 约哈斯 然后那个 这个是小懒 然后小懒之后的 耶罗伯干二世 然后到了Zachariah 就建立了他整个 这个耶护王朝 他在这边杀尽了 这个Ahab的小孩子 那所以他做得太过分了 所以以后上帝呢 会在相同的这个地方呢 来报复他 这个这么血腥的 这个举动 所以我们就知道 差不多是在主后的 主前的752年 就耶罗伯干 死掉以后呢 Zachariah呢 就会被这个沙龙呢 就整个就会殲灭掉 这是最 就是他有几个层次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 就是以后沙龙呢 会把这个耶护家呢 干掉 那以后当然还有别的 别的那个战争呢 都会提到这个地方 但最主要的是在这里 那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叫他 Jazreal呢 Jazreal这个字呢 原来的意思呢 叫做Soul 就是播种的意思 Almighty播种 也就是God 会播种的意思 那因为播种出去呢 就东西被撒掉了 所以有Skater的意思 所以呢Skater 就是Skater to the wind 这个地方 他的名字 其实除了一个地方之外 在这个地方 出了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就是他的名字 是在预表说 以后北国的国民呢 会被亚述呢 掳走 然后就像风一样 散掉了 在空中里面 就不见了 就是Lost the ten tribes 所以Wing的呢 应该就是Assyria 可是以后呢 这个God's soul 还会出来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那他这个里面会讲说 会让这个 以色列国会灭绝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过吗 就是说 耶护王朝 以后会被沙龙灭掉 相同的 相同的这种 这种对比 也就是以后 整个以色列王朝呢 也会被 也会被这个 亚述灭掉 这是在Second King 17章20到23节的时候 最后 最后的时候呢 是以色列的人 会被掳到亚述去 所以有两层 一个是耶护王朝 被灭掉 一个是整个 以色列北国 被灭掉 OK 所以呢 也就是在相同的 这个原则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耶斯列这个平原 会折断以色列的功 那以色列 这个耶 耶斯列平原 我们讲过 就是这个地方 以色列的功 功就是一种power 就是一种military power 因为是要去打仗的 所以呢 把它折断的意思呢 就是他没有打仗的 这种能力了 北国没有打仗的 这种能力 在耶斯列平原 以后跟人家打仗的时候 失去了这种能力 失去了那个power 那最后怎么样 就同样都被掳走了 所以在2nd King 15章29节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在Jazereal Valley呢 他列了一大堆的王 这个亚树王来了 Tiglas Palazar来了 提格拉皮烈色来了 他就把这个地方 所有的人通通都掳去了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图 你可以看到 就是北国所有的地方 就是从这个加利利 这个地方呢 一路向北 通通都被掳走了 所以这是整个世界 那个耶斯 Jazereal的这个plain 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好 我们继续下去 在和西亚继续下去 他除了生了一个儿子 叫Jazereal之外呢 他又生了一个女儿 Gomer又怀孕 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耶和华对和西亚就说 这个女儿 你叫做Luhama好了 Luhama是怜悯的意思 Low就是不 加一个Low在那个前面的话呢 就是不要 什么东西都变成negative了 所以Luhama Luhama的意思 就是不怜悯的意思 也表示什么 以后耶和华 必不再联名 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可是呢 以色列在这边地方 和西亚说 可是神呢 要去联名 由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 他们的神得救 不让他们靠弓 靠刀 靠征战 靠马屁 或是靠马兵 可是要靠他们得救 所以这个Luhama 就是No mercy Not love 也可以 No love的意思 那在这边 为什么会说 为什么要联名 联名 南国不联名 北国呢 那很多的解经家都讲说 哦那很简单嘛 因为南国呢 有很多好王啊 我们在背的时候 以后会教大家 这个口诀 我们小组的人 已经会背了 这个北国有19个王 南国有20个王 北国呢 有0个好王 南国有8个好王 所以我们是背 1920-08 OK 那这表示说 这个Judah 是不是比较faceful 他要出好王呢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这可能只是一个 partial explanation 真正的 explanation 应该还是 sovereignty 神的宗族性 其实犹大并没有比 并没有比 以色列做得更好 南国没有比 比北国好多少 他也不过 狗言禅喘了 一两百年以后 也是一样被灭掉了 所以我觉得 是宗族性 神就是要让南国呢 在狗言禅喘 一阵子 然后教我们 另外一些功课 他们自己 要选一个功课 因为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 告诉我们很清楚 神说他要怜悯谁 他就怜悯谁 他要恩待谁 他就恩待谁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看来的话呢 是在乎 那个发怜悯的 那个神 所以是solventy 我觉得是solventy的关系 OK 我们继续呢 下去是到 第一章第八节 到第九节 就是除了生了一个女儿 Lo Rahama 断奶之后 断奶差不多三到五年 以前那个时候 喝奶喝比较久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formula这种东西 没有牛奶这种东西 那可以有这种 补起来的 所以绝大部分 妈妈都会喂奶 喂个三五年 所以这个差不多三五岁 也就是说 Gomer跟何希阿 可能结婚结了个 至少个六七年 他才离开他 就对 才被 才出去这个正式 这个开业做妓女 这个Gomer呢 就生完这个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之后 又再生了第二个儿子 就是第三个小孩 第二个儿子 他给他取名 叫Lo Ami Ami就是我的名 那Lo就是不是我的名 所以非我名也 所以他就跟这群人 讲说你们 以色列人 以后你们老干这种 狗屁肚肚肚的事情 我就不要做你们的神了 所以呢 Lo Ami呢 这个地方讲说 不是我的名 不是我的儿子 意思 所以有很多姐经家 在推的时候 就说很可能 这个何希阿 不是这个儿子的 真正的爸爸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Gomer 很可能 也是跟别的男的生的 所以有这种讲法 好我们继续 何希阿书第一章第十节 到第二章第一节 何希阿书第二章第一节 绝大部分的姐经家 都认为 应该是放在第一章的最后面 才对 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 虽然神 耶和华神 用这个Gomer 来做一个 做一个象征 然后跟他说 你以后要被 被放逐出去 有一个consequences 可是最后你会回来的 所以在 从第一章第十节 到第二章第一节的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promise 就对这个Gomer 或是说对这个以色列 有一个promise 说以后会有一个 restoration回来的 所以呢 他说 所以他就说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以后回来的时候 必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必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从这个地上去 就是从贝鲁之地上来 也可以 因为耶稣列的日子 并为大日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 为阿弥 阿弥就是 把那个漏给去掉了 所以就是我的名的意思 称你们的姐妹 为路哈马 把那个漏去掉了 就是蒙怜悯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觉得 他名字很奇怪 为什么什么 不蒙怜悯 不是我名 取名字 会取得这么 这么奇怪 就好像我们 小时候的那个 会取名字叫什么 阿狗啦 或者什么 阿胖啦 什么 这一类 这一类的名字 比较不好听 那圣经里面 有哪些名字不好听 除了这个 罗阿弥和这个 罗如哈马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那个 Jabez Jabez的名字是 born in pain 他出生的时候 是很痛的意思 你的生命 每天都有痛 这个名字不好 那亚L 或是叫JL 也可以 亚裔呢 这个名字是指 Mountain goat的意思 那Ikabaz Kabaz是神的荣耀 Ikabaz的话 以加勃呢 是指说 没有荣耀了 No glory 这个glory走掉了 Departed glory 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Mephibosheth Mephibosheth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说 呼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种 很修修修 Breathing shame 或是 From the mouth of shame 都可以 那也有一个意思 叫blowing away confusion 这个是比较好的 就是那个 混淆的地方 会被吹走 Mephibosheth 你从他的故事 也可以看出来 他的名字 是符合Bose 可以是Breathing shame 或者是 Blow away confusion 那还有一个 就是以赛亚的儿子 以赛亚的儿子 两个儿子名字 都很奇怪 尤其是老二的名字 叫做Mahershalal Hashbazah 马哈尔 沙拉列 哈什巴斯 这个名字 都很奇怪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很好玩 Jaybaz是谁呢 就是他是犹大人 以后他们打进了那个应许之地 在那个Joshua带领之下打进去的时候 Jaybaz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将军 OK 那进去以后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在First Chronicles第四章第十节的地方就是亚比斯的祷告 亚比斯祷告 这我会唱的 这个英文很好听的 以后唱给大家听 然后亚裔是谁呢 Jaybaz这个Mountain Gold是谁 不想你记住 那个时候是Debora在做那个事实的时候 他跟他下面的那个一个大官讲 那个Barak说你今天去 你今天去这个 去打这个坏蛋叫西西拉 就他不肯去 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吗 你是我老板 你跟我一起去 所以那个Debora就跟他说 好你现在不自己去的话 以后西西拉被打下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女人的名字被记起来 就是这个亚裔 亚裔很厉害 她虽然是一个女人呢 可是这个西西拉过来的时候呢 她给她东西喝啊 这一段的文章是在 诗世纪第四章第十七章二十一节的地方 她把她也吃饱了喂饱了 让那个西西拉睡过去的时候 她拿了一个这个帐篷的这个钉子 这个Tent Pack 棒一下呢 就就把她从这个头的那个Temple的地方 太阳穴的地方 一下钉到钉子里面去 就这个西西拉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亚裔 其实我是很喜欢她的 很勇的一个女勇士 可是她的名字才不好听 山羊 Mountain goat 伊克巴也是一样 伊克巴是谁呢 伊克巴其实就是伊莱 那个大祭司伊莱 就是那个萨姆尔的师父 伊莱的那个孙子 她当时她的儿子已经死掉了 范南海已经死掉了 然后呢 她的这个媳妇怀的怀孕 然后那个伊莱 有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了 所以她听到两个儿子都死了 伊莱呢 就跌了一跤脖子就断了 所以在那一天 当这个伊克巴出生的时候呢 她的爷爷跟她的爸爸 她那个叔叔什么都死光了 所以她妈妈在生她的时候 就很难过 给她取一个名字叫伊克巴 就说 因为在那一天的时候 打仗也打输了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约会抬着去跟佛罗斯顿人打仗 就约会居然被抢走了 好 我们讲过那约会去兜离全封 才回来 经过了十几年 才又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神的约会被掳走了 然后呢 她的公公也死 就是爷爷也死了 爸爸也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她妈妈就给她取名字 叫荣耀 离开了以色列 所以伊克巴 伊克巴 就是Departed Glory 或是No Glory的意思 那Mephibosheth 这个人 他其实是扫罗的孙子 那个扫罗的儿子 是Jonathan 对不对 Jonathan生了这一个 这个儿子 Mephibosheth 其实Mephibosheth 那个地位很高 你想想看 这个如果是 那个现在英国王子 那个King Charles的话 这个Jonathan 就应该就是William 就是Prince William 然后Prince William的儿子 应该就是那个George 应该就是这个Mephibosheth 就是等于这种皇位的关系 可是她在 她在她五岁的时候 她爷爷也死了 爸爸也死了 打仗打书了 就Montgebo 那个附近 然后她把打书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她的那个奶妈 过来抱她 就一下把她摔到底上去 把她腿给摔断了 所以她就变成一个瘸子 瘸子以后 她就藏起来 藏起来以后 一直到这个大卫 上台的时候 大卫才说 等一下我的好朋友Jonathan 还有没有后代留下来 他们就说 有 结果这个 就是有后代 留下来 就这个时候呢 大卫呢 David就把她带进去 然后就跟Mephibosheth 讲说 你以后可以跟我一起吃饭 虽然 虽然是腿是瘸的 是有残疾的 但是她以后 可以跟王一起吃饭 这个Mephibosheth 所以她的名字 可以是这个Breathing Shane 她呼出来 在五岁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脚给摔断了 然后可是她以后 她可以 blow away 这种confusion 因为这个 她跟大卫在一起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美的这个Spiritual的 听以后 看我们念到 念到萨摩尔基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边好好讨论 那当然 以赛亚的这个两个儿子 尤其二儿子 这个名字很麻烦 这个名字好难 好长 英文中文都 都很难 你就念他叫马黑好了 马黑 马黑尔 这个黑耳朵的这个人 他这个意思是讲说 这个要抢你的 掳掠的这个Booty 或是这个Pray 这个要把你这个人抢走的 不管是被抢走 是做Booty 还是做Pray 他都 这个事情都很快 就要来到了 所以是在预言的意思 OK 所以呢 这几个名字都非常的难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那个 这个上帝有的时候 取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上帝已经跟北国人讲 借了这个和西亚的嘴 已经讲出来了 你们这些人呢 以后呢 会受到这个 那个制裁 然后会有judgment day来 那个day就叫做 The day of low army 但是这个judgment 只是一个 一个短暂的 一个temporary 它不是last forever 不是一个permanent 然后等到这个judge 过去了以后呢 相同的神的那个怜悯 还是会存在 因为他的爱跟怜悯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人还是会得到 这种很多的好处 所以prosperity increased blessing 通常都有 到那一天的时候呢 就不再叫做 The day of low army 它叫做 The day of the God They will be called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judge和Israel 他们的 就是后代呢 会连在一起 这个耶利米书的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地方 会提到 那以西结书 三十七章的时候 也会提到 他会预言 会跟以西结讲 你去拿两个木杖 一个代表北国 一个代表南国 然后两个呢 会接连 和而为一 所以以后 南国北国 会和而为一 而且不但和而为一 以西结三十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甚至于说 他们和而为一的时候 他们会 会从各国收取 会从四围聚集 会 每一个人都会归回本地 然后呢 北国南国 会归在一起 会变成一个国家 然后会有一个王出来 那这个时候 他们不会再成为两个王 也不会再分成两个国 那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要到千禧年的时候 才会发生 弥赛亚再来的时候 establish这个千禧年的时候 这个有问题的话 也麻烦你要去 再看一下 我也忘了 那个是哪一个 那个歧视录的地方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 那个 Ezekiel 我们有做一个快闪 你可以去看 去找一下 在那个YouTube上找一下 Ezekiel Jane 你看你找不着 找不到的话 你想办法找到 我再私下给你 OK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耶斯列的日子 在那一天 The Day of Jezreel 也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 在最后 神会回来的时候 在Millennial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日子会变得很大 所以所有的弟兄 所有的人 都是神的名 就是以色列人 所有的人都变成阿密 所有的姐妹 都变成蒙怜名的 路哈 所以也就是说 在Jezreel 这个地方 原来是一个judgment 结果现在变成了 一个redemption OK 好 我们继续到 那个和西阿树 第二章 二到三节的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 跟他们的小孩讲说 你们要去 跟你们的妈妈 大大的争辩 让她不要再 就不要再做 那个好像很淫荡的样子 她说 所以你们要与 你们的母亲 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 银相和胸间的淫态 免得我剥她的衣服 使她赤体 财生的时候一样 使她如旷野 如干旱之地 因可而死 所以我们就知道 整个这个God 在paint 这个Gomer 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妓女一样 然后这个 这个妓女 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做 这个神的太太了 已经没有办法 太淫荡了 没有办法做 和西阿的太太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她在警告 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除掉 你若不除掉的话呢 你是会被 会被 会被judge的 那和西阿书第二章 四到五节的时候呢 是在讲说 她是这个 以色列想要办法 想办法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她说 她说 为什么我会跟着 这些外邦的人呢 外邦的神呢 她说因为 那个外邦的神 会给我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有讲说 我这个 我必不怜悯 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在这里其实是在讲说 如果把以色列当成 是整个的 这个以色列国家的话 那在这边讲的这几个 三个孩子 其实表示的是 Individual people of Israel OK 所以也就是 虽然是母亲做错的 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individual 也没有做什么 好事情的意思 OK 好 然后呢 就是她说 她有在这个地方 有在辩解 说 我东西不够用啊 我吃的不够用 喝的不够用 你看我要去跟别的神的话 别的神会给我 所以很崇尚这种 materialism 所以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跟我们讲说 讲一种最终之乐 在那种sing的里面 for a brief moment for a season 或一点点 一个短暂的时间 一个暂时的时间 其实你是可以享受到 一点点快乐的 所以这个就是Gomer 犯了这个materialism 去享受这个最终之乐的事情 其实我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一些 我们比较知道名人的婚姻 好像你在看的时候 你都会想说 哎呦 这个是不是不是因为爱而结合的 是因为material的关系 比方说像 我们知道当年 Anna Nicole Smith 嫁给那个老太公的时候 他们两个岁数差了多少 算一算话 差了62岁 这很可怕 这是一个billionaire 他在德州做那个石油的事情 J. Howard Marshall 他后来死掉了 把所有的钱都给了 这个Anna Nicole Smith Anna Nicole Smith 后来也是客药死掉了 我们知道这个 George Kaluni跟他的老婆 是个律师 Amo Alamudin 这两个人差了17岁 那Ryan Reynolds跟Blake Lively 两个居然也差11岁 我觉得他们两个 差得比较不像 Blake Lively演了一个 那个电影 很好看 叫什么Adeline的故事 讲说什么会不死掉 我觉得蛮好玩的 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Chris Pratt Chris Pratt的话 他前一阵演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Antsman 那个蚂蚁人 很好笑 然后他娶的老婆是谁呢 这个Kathryn Schwarzenegger 就是Arnold Schwarzenegger的女儿 甘奈迪家族的后代 所以这个Chris Pratt 现在也跟那个Arnold Schwarzenegger一样 成为了甘奈迪的甘奈迪家族的一部分 这个是演那个动作片的 叫Jason Steffen 他的老婆应该长得很漂亮 他们两个差20岁 那Harrison Ford演那个Indiana Jones的 很多很多电影的老牌明星 他的老婆 Kalista Flockhart Kalista Flockhart其实很选他 他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 演那个Elly McBeal 演那个律师 真的是把你笑死的 所以他们两个后来结婚 他这个抛弃他这个 结法多年的这个法妻 他老婆其实很厉害 他原来的那个老婆是写剧本的 写了很多很有名的剧本 那Harrison Ford后来跟他离婚 就娶了这个Kalista Flockhart 两个人差了22岁 那这个是摩纳哥的王子 Prince Albert 他跟他的老婆 Prince Charlene也差了20岁 所以有时候看到 那个年纪差太多的时候 你真的会怀疑 What's going on 好 继续下来 和西拉书第二章 第六到八节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怎么样把这个 以色列带回来 怎么样把Gomer带回来 所以他用荆棘堵塞他的道 竹墙挡住他 让他找不到路 所以他追随他所爱的时候 追不上 寻找他所爱的找不到 所以他就会说 好吧好吧 那我就归回前夫去好了 所以像这种事情 其实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时候我们 所想所求都得不到 那上帝好像 拿了一个荆棘 拿了一个墙壁 来挡我们一样 这种时候 我们通常都不是很喜欢的时候 都不是很爽的时候 所以呢 Pastor Rick就鼓励我们 所以像这种时候 你的生命如果出现到那种低潮的时候 记得三句话 God is good God is love God is in control 上帝爱我们的 他不会让你这个单独走过这个地方 上帝是好的 所以也就是 东西不给我们的话 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 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 包括了心脏病高血压 包括了这个什么 什么 乳癌等等这些事情 因为God is in control 最后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一个公道 OK 所以在有的时候 上帝是会用荆棘 用这种墙 让我们找不到追不上 找不着路 等等这些事情 来阻挠我们 或是帮助我们长大 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说 上帝说 你都不晓得 你这个生命中 该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给你的 不是 就你拿去呢 去供奉这个 这个外来的神 所以你看 上帝有怎么样被affend到 怎么样的这个难过 这个 就 我这个已经不记得 在哪里念过 这是我做的一个笔记 他就 他这个地方写得很好 他说 上帝给了人 大把大把的树 到处都是那个 丛林里面有很多树 也给我们地上会产 产生这种铁矿的这种东西 可是人呢 也给了人头脑 也给了人体力 也给了人各种的技巧 还有那种聪明 所以我们可以把 那个 森林里面的树 也砍下来 我们可以把地上的 铁挖出来 然后去做斧头 我们去做钉子 我们会把砍下来的树 做成一块一块的 这个一条一条一长条的 这种木头 这种木板 我们可以把 做成大木板 做成小木板 我们可以把小木板 跟那个铁呢 铁块呢 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去做 那个锤头 Hammer 就上帝给了我们 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也都会使用 可是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会把那个木头 把那个钉子 还有那个Hammer 巴拉巴拉 就把神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之后 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是 神是非常愿意的 张开双手 虽然被钉在上面 他愿意张开双手 原谅我们 继续带我们的 回忆这个天家 原谅我们所有的过错 你看这真的是 整个事情 你可以从这个和西亚书 可以看得出来 上帝的那个心 和西亚书第二章 第九到第十三节的地方 就讲到上帝要怎么样 punish这个以色列了 所以五谷啦 心酒啦 都要收回去 你那时候讲说 你那外邦人给你的羊毛和马太 全部都给你拿去 会让你的丑态毕露 所以呢 你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宴会 你那些节气的时候 你可以去庆祝的会开心的 forget it 通通都没有了 因为为什么 他们都要被scatter掉了 通通要被带到那个亚树国去了 所以他的那个田地的东西 通通都要被 都没了 什么葡萄树 花果树 通通都不结果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剩下来的东西 都被走兽给吃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 他这个 就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呢 因为你忘记了我 所以这次上帝会怎么样来 惩罚以色列人 所以和西阿书第14节到15节 地方说 虽然是会惩罚 可是你知道吗 这段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 可是他会带 他会领着这群人到旷野里面去 然后在旷野里面 不是 不是要给他两个巴掌 偷偷给他干掉 不是的 他到了旷野以后 会对着这群以色列人 说安慰的话 而且呢 还会赐给他葡萄园 不但如此 还会带他 让他在那个雅歌谷的地方 有一个指望的门 然后结果当然 这些以色列人就很高兴 就会开始唱歌 跟幼年兽一样 所以什么是雅歌谷呢 雅歌就是 Aker 就是Valley of Acre 或Aker的意思 Aker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Trouble的意思 那你怎么会带 从带到一个 一个雅歌谷 一个Trouble 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居然会有指望的门呢 How 所以这个你必须要去看一下 雅歌是个什么地方 Aker是个什么地方 Aker是在 最早是在约束亚记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 那个约束亚带的大杀 大队人嘛 过了约旦河 要去进攻 第一个城市 大城就是这个Jericho Jericho 你大家都知道 打不下来 然后后来是神去打的 所以他就 他就跟大家讲说 你们就绕着城 连着七天 每天绕一次 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呢 你就吹脚 然后所有人都大喊 哈 然后那个墙壁呢 就会倒下来 好倒下来之后呢 两件事情 你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 那个里面有那个妓女拉合 Rahab跟他们家里的人 让他们活着 不要让他们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派了两个 两个探子 去探这个 这个Jericho的时候呢 是Rahab救了他们 所以不要杀他们 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 你到了进了Jericho以后 拿到的所有的Buddy 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归给耶和华为生 你们不要拿回家 自己使用 要不然以后就会受咒诅 所以以色列人就这么照办 照办了以后 就当然就收复了 就攻下这个Jericho 哇 开心就不得了 他们就在去攻 第二个城市的时候 就阿易的时候 艾城的时候 他们说 哎呀这个城这么小 不用所有人都去了 去个两三千人就好了 就没有想到打输了 打输了之后 回来看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就抽签抽签就抽到 原来是犹大支派 那个亚干 他就认罪 原来是他在攻下 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 他把一些东西 银子啦 金子啦 衣服啦 给藏起来了 所以后来呢 他就被众人用石头打死 然后在他的身上堆成了一大堆的石头 做了一个monument 以后就来纪念这个事情 这个disobedient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雅各谷就是一个trouble place OK 那今天神呢 把这个犹太人带到旷野去 结果没有把他们给砍掉 结果是在这种solitary 这种一对一的状态之下 又安慰他们 然后又给了他葡萄园 又给了他这个雅各谷 然后告诉他雅各谷以后就是指望的门 所以都没有被惩罚 所以当然以色列人开心的不得了在那边唱歌 那为什么雅各谷会是这个指望之门吗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谷就是很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生命中很low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觉得很好像见不得人 很shame 然后很害怕 可能会遇到一些violence 或是怕得要死 明明是一个trouble的地方 是一个disobedient的地方 为什么是指望的门呢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指望是什么意思 这个指望原文的意思是Tikva Tikva其实讲一个神索的意思 一个core的意思 这个core的最早也是在Joshua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Joshua他派了两个探子去妓女拉赫家 妓女拉赫呢把两个人藏起来 然后最后呢从他那个家里 那个城墙的那个窗子上面呢 用一个绳子把它坠下去 他并没有讲那个绳子是什么绳子 但是呢这一条绳子以后再就那个逃出去的两个探子 跟他说你把那个绳子 那条珠红色的绳子呢 把它系在那个窗子的上面 以后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死了 所以这一个绳子这个珠红色的绳子 其实就是Tikva也就是Hope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Hope是一条绳索 当我们在生命之中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来救我们 其实Hope这个字很重要是跟等待是在一起的 Hope is rooted in waiting 在waiting的时候两件事情要做 一个就是在uncertainty 在一切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必须要有耐心 要培养第一个事情是耐心 第二个培养是要祷告 当我们在一片昏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时间静下来祷告 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是一个很有名的章节 这是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这个指望 这个Hope也就是刚刚的红绳子 那个Rope是一模一样的 OK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今天神把这个 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这个 这个Trouble 这个有麻烦的地方 这个Valley of Acre 这个在生命里面最低的地方 我们最害怕的地方 可是在这个时候 神会丢一个绳索出来 一个Core出来 一个Life Line出来 他会给我们一个Hope出来 然后那个Hope的Ending 就是系着一个Door 所以那个Door是什么 What is the Door? The Door is actually 在约翰福音10章第7节的地方 就讲耶稣说 我就是那个Door I am the Door I am the Gate 所以今天神丢了一个Hope出来 虽然一下子还没有实现到 要立刻把你拯救出来 可是只要你Hold down那个Hope 只要你Take hold的那一个绳子 那一个Rope 那个Rope的近端连的就是一个门 然后那个门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让耶稣基督 把你从这个很低 很低沉的这个地方 Valley of Trouble的这个地方 把你这样一路拖进去 到那个希望的地方 So do you want to enter the Door of Hope? 那很简单 抓住神的那个绳索 抓住那个耶稣 抓住那个Door 让耶稣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亚哥谷可以变成一个希望之门的意思 OK我们继续下去呢 这个和西亚书第二章16节到20节的地方 就讲到这个Relationship 会Restore 在Restore的时候呢 就说以后呢 你不要再叫我巴黎了 巴黎就是Master 是一种那种奴隶跟主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以后呢 要叫他叫做Ishi 就是夫妻的关系 然后呢 神也在讲说 以后呢 耶和华神会聘你 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 然后诚实来聘 聘了以后呢 你就会认识我 认识是压打的意思 我们讲过 是要有一种关系 不仅仅说 我知道你 不是I know about you but I know you 我知道你 你什么地方你喜欢 你什么地方不喜欢 以后我们跟神 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再叫他叫Master 像奴隶一样 而是会跟他有一个 很亲密的 Intimate love 所以我们会叫一个 Ishi的这种关系 那神也会说 我会聘你 这个聘的意思呢 原文是Ara 是一种Promise 也就是在订婚的意思 一个婚姻里面 订婚的意思 那它的root meaning呢 是一个desire 我希望的意思 我想要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 betrust的这一段时间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段的时间 彼此夫和妻之间 彼此要有一个desire 有一个愿望 想要build up一个relationship 所以呢 耶和华神今天要跟我们 build up一个relationship 他拿一个什么东西来 来聘我们 当作是一个聘金呢 就是仁义公平 慈爱怜悯 诚实 那谁可以拿出来这种聘礼呢 这几个字我们上次都讲过 上次你们现在没听到 我们以后再录给你们 所以我们知道 justice就是那个mishpat righteousness就是zadek love就是hazad compassion就是racoon 然后faithfulness 其实就是imunah imunah那个字头呢 其实就是amen 也就是ameth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 祷告完以后的amen 但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些字的里面呢 有很多字我们已经念过了 我们有一些是在 在初埃及记34章 在讲神的属性 九个属性的时候 已经念过 你看 这个racoon有怜悯 这个racoon其实是指女人的子宫 所以从子宫里面 像生孩子一样 那种痛 你想想看 你的痛我看到 就好像我自己在痛一样 所以是我们merciful 所以这一种是神的属性 它的attributes 这个racoon是只有神有的 hazad我们讲过是一个大篮子 什么什么好东西通通装进去 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是翻慈爱 有的时候翻怜悯 有的时候是翻steady fast love 都可以 这种hazad 你看到hazad 你就记得一个大篮子 什么好东西都进去 emeth我们讲过 就是诚实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地方讲的这个 faithfulness trust trust 它是有一个重量的 你可以靠在上面的 这个amen这个字呢 我们每次讲amen 就是这个字连出来 所以这个是在 Exodus 34章 这几个就已经告诉我们 这是神的属性 只有神有 我们在念阿摩斯书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这个公平跟公义 应该是像大水滚滚 江河淘淘 从神流到人 一样的东西 所以righteousness 就是zadek 我们讲过是zadek 就是正义 以后是神在天上的名字 那以前的时候呢 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是 创世纪时候的耶稣 就是melkisadak 麦基喜德 就是zadek 所以zadek justice mishpat 这些字 仁义 公平 慈爱 联名 称实 zadek mishpat hersad racoon amem amet 或是emunat 其实讲的都是耶和华的属性 所以谁可以拿出来这种聘礼 只有神可以 只有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 拿住了一个那个 那个door of hope 那一个 那一个神索 那个tivka 然后拿到那个东西 我们才可以从神的身上 源源不断的 支出这种 这种 仁义 公平 慈爱 怜悯 诚实 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 因为这必须是神的属性 给了我们才可以 所以谁可以拿出这个聘礼 很简单 神可以 好 和赛到了第二章 21到23节的时候 就是blessing 那个restore 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 应允 不仅仅是应允 五股心灸 这些 这些外面的东西 真正的应允呢 是在这个地方 你本来不是我的 现在是我的 所以神就是我的神了 原来不受怜悯的 神必怜悯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怜悯啦 什么东西都拿到了 OK 这个jezreel 我们刚刚也讲过 jezreel有两个意思 本来是scatter 随风而散掉了 可是现在呢 会在这个相同的地方 会被领回来 所以就在这个 雅各谷的地方 反而会变成一个指望之门 所以这个字 会从scatter 变成一个God souls 就是神栽种的意思 所以原来是被 吹这个到处 乱七八糟的 可是现在呢 都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拿到了更多 会有abundance 会有blessing 所以这个scattering呢 会transform 变成了一个sewing 不好的 就会变成好的 所以和西亚书 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神就跟和西亚说 好 你现在Gomer走了 你去把Gomer再拿回来 他虽然是一个淫妇 你再去爱他 他虽然偏向一个别神 可是还是爱他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和西亚会去把他带回来 会restore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会用15摄克勒的银子 还有一个赫梅尔半的大麦 去把它买回来 这个shackle 我们讲过 一个shackle是旧约时候 一天的工资 所以他必须要做 两个礼拜的工钱 都不吃不喝的 才能够把他老婆给赎回来 所以15个shackle 那这个赫梅尔是Homer 你不要把Homer和Omer搞混 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呢 Homer我们知道是装那个马拿的这种东西 比较小的 装干物的 我们知道装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湿的还是干的 都是以依法来做一个最原始的单位 所以一个依法 然后这个干的话呢 是一个依法的干的 可以有10个Homer 所以你如果是干的话呢 这一个可以变成10个 这个是Homer 所以一个Homer是十分之一的依法 但是Homer很大 Homer是10个依法 所以这个大罐子呢 要有10个才行 所以一个半就是15个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今天把老婆输回来的时候呢 需要有15天的工钱 然后要有15个依法这么多的麦子 才能把那个输回来 所以是很重要的 花了很多的钱去那个收回来 然后呢 这个和西亚三之四的地方 是在讲说 当他被exile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被exile的时候 或者是说Homer出去做妓女的 这个时候的事情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会无君王无首领 无祭司无住相 无以佛德 无家中的神像 所以没有君王 没有首领 我们就知道 没有一个political 没有一个national的leader 没有祭司 没有住相 没有sacrifice 没有这个temple里面的这种pillar的话 我们就知道 没有办法有这种service 没有spiritual service 没有依法的 所以这个事情以后都会发生在什么 都会在被掳的时候都会发生出来 不管是北国被掳 还是南国被掳 然后也没有依法的 然后也没有家中的神像 就是没有这种supernatural guidance 没有人去盖 那个领导他了 依法是什么东西 依法我们讲过 是在 是这个大祭司穿的衣服的 这个大的围兜兜 这个大兜兜是在这个地方 大兜兜的上面会有两个 那个铁链子 会在那个肩膀上面会连着 两个 这个红 会有两个 两个红玛瑙 是那个oxy stone 放在这边 六个六个都会写上名字 然后大围兜兜的上面 还有一个小围兜兜 小围兜兜的上面有12个宝石 然后里面呢就装了两个 两个石头 我记不记得 乌银和苏银 那个叫什么 乌银和土民 对不对 他们就可以在祭司的时候用 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乙福德 没有这件衣服 没有乙法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件衣服只有祭司可以穿 所以没有乙法的 就是没有祭司 没有 there's no priesthood 那没有这个神像 这个神像是Terafin Terafin一般是外邦人去 做的那种小神像 可是那个以色列人后来有这种 你知道Monkey see,Monkey do 他们也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 把那个耶和华神做成小佛像 这个你可以可想而知 比方说我们现在戴个十字架 也算是这种Terafin 或是说像那个 像那个天主教 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天主教的时候 家里会有那个圣母玛利亚的像 这种都是Terafin 其实在 在严格讲起来都应该 都应该是不要去崇拜的 那这个在旧约里面 我们知道那个Genesis 创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Rachel不是偷了她的 那个Terafin 偷偷的藏在她的那个 坐坐骑的下面嘛 这个就是Terafin 这个偷了家中的神像 这个就是Terafin 所以没有Terafin 当时的Terafin 是哪来去预测未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Terafin的话呢 就没有人会告诉她 以后事情会发生什么 所以No Manifestation 所以这是一个Exile的情形 那荷西阿书三之五节 讲的就是Restore回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在预表 千禧年的时候 Millennium Kingdom State 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归回 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 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 并敬畏的心 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所以一到三章呢 就是用Homer跟 荷西阿之间的夫妻的 这种关系的故事 来看一看以色列人 跟神之间的关系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Good n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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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